5月24日,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成立一周年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布会在香港举行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由董建华、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 谭耀宗任秘书长、谭慧珠等11人任副秘书长 由全港15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担任共同发起人 于2020年5月成立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董建华在致辞时 对大联盟过去一年的工作予以肯定 并寄予香港各界齐心协力、团结一致、重新出发 一个机会,我们千万不能太骄傲 因为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 始终我们在研究经历了很多困难 不过呢,今时的困难不是那么困难 因为我们是强劲起来的 我们可以越做越好 我们国家会越做越好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总召集人梁振英指出 国家发展一日千里 香港要乘风而起 就要发挥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这些背景下大联盟马上要展开第二年的工作 重点是更加积极主动促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包括集中力量促进香港和内地省市的合作 用好大湾区的发展机遇 通过香港和内地的合作为香港社会各界实现理想 将大家的努力转化成为最大最好的成果 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 回顾了过去一年以来 大联盟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在去年疫情之初 香港市面口罩严重缺货 我们急市民之所急 所以当千方百计找了一些抗疫物资 举办了千万口罩献外心活动 向有需要的市民和学校的学生 派发了超过一千万个口罩 在疫情下,香港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我们也成立了有刺激经济小组 一方面呼吁各个雇主承诺不裁员 与市民一起共度时间 除此之外,大联盟鉴于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 我们也成立了协助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小组 我们呼吁工商界的共同发行人 属下企业提供一些职位空缺给我们 当时我们总共找到有三千份职位空缺 为了让香港法治重回正轨 我们也凝聚了一班法律界的专业人士 成立了法治教育小组 制作了一些中小学的适用教材 和向全港各中小学校推广基本法和国安法 谭耀宗介绍 大联盟未来的发展有五个重点 我们会继续宣传一国两制 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论坛 第二,会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 实施出发大湾区计划 第三,会支持开展青年教育 通过法治教育,希望能够带进校园 以及会组织香港青年人回到内地交流、实习、挂职 第四,就是积极讲好香港的故事 第五,就会加强大联盟自身的建设 适当时候,我们会启动共同法律人的增补安排 谭耀宗表示 未来,大联盟希望以牵头角色 与香港各界机构团体合作 共同推广香港 向内地宣扬香港的正面形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